Hello,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发现我自己是小说主角的故事 奇幻人生 哈洛德是国税局的高级审计员 也是一只单身狗,每天单地的生活重复了几十年 直到一个星期三,它和往常一样起场洗漱 脑海里却有一个女生旁白挥之不去 它每做一件事情都会听到那个声音在街里刮啦 就好像身处楚门的世界 一举一动都在被别人监视,并且讲解给观众听 这样的生活可不好受 原来它只是著名作家笔下的一个人物 而现在作家面对了一个难题 因为它必须将哈洛德写死 它不知道该如何下笔 面对这个火生生的自己创造出来的角色 如何让它死得其所 它有了写作障碍 于是出版商为它找来了一个助手 帮助它快速冷静地杀掉哈洛德 哈洛德因为上班的时候恍恍惚惚 被同事反映到了上司那里 上司提议他回家休假 但是他却在回家的时候听到旁白说 自己即将死亡 这着实让他有点崩溃 回到家之后 他不停地四处乱家东西 渴望再次听到那个旁白叙述自己动作的声音 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哈洛德只能走投无路地来看心理医生 医生告诉他这是精神分裂 但是哈洛德坚持自己是某个故事的一部分 于是他找到了一个大学文学教授 而教授只是建议他 在最后的时光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哈洛德在朋友的启发下来到了琴行 买了一把他一眼就看中的吉他 通过每次笨拙的弹奏 他越来越坚信自我 树立自己的目标 明确活着的意义 他做起了以前一直害怕的那些事情 多年来的周一到周五都不曾想到的事情 他开始享受生活 但这并不完整 因为他不想错过自己生命中的女神 所以他抱着一大堆面粉 来到了心仪的开面包店的卷发妹身边 两个人愉快地滚了床单 机缘巧合之下 哈洛德听到了脑海里那个女人的声音 出现在电视上 无幸的是 那是一个只写悲剧的作家 他的每个角色最后都会被写死 哈洛德不想这么早死 他刚刚拥有美妙的人生 于是他回到了单位上 通过税舞表找到了作家的电话 联系上了他 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作家已经写出了他的死亡提纲 而那是个完美的死亡结局 可以说是作家的巅峰之作 没有任何结局能比这个更完美 哈洛德有些绝望 他不知道该怎么有意识地面对自己的死亡 他打开了作家给他的书稿 在公交车上看完了自己的结局 另一边的作家见过哈洛德之后 开始思考 他到底杀了多少人 八个 经过他的计算正是精确的数字 其中还大部分都是好人 他有些无法接受自己杀人凶手的新身份 深夜看完书稿的哈洛德找到了作家 告诉他 自己很喜欢他的书 而且结局实在无法被替代 这意味着哈洛德已经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的死亡 他愿意用自己的死亡成就这本著作 在那个不平凡的早晨 他冲到公交巴士前救下了一个小男孩 自己却倒在了血泊中 这是故事原本的结局 但是作家不愿意让一个明知道如何避免自己死亡 还毅然决然为了拯救别人的生命去复死的人 就这样离开这个他热爱着的世界 他想让哈洛德活下来 于是哈洛德有一个新的结局 虽然前身多处骨折 头部受到撞击 又动漫破裂 但很幸运的是 他手上的一块小碎片堵住了动脉 让出血量大为减少 救活了他的命 不过医生没办法冒着动脉破裂的危险 取出那块碎片 所以在哈洛德的余生里 他的胳膊中都会镶着一块手表碎片 每个人都会遇到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刻 但我们仍然能从熟悉的那双手 或是细心的鼓励 或者一个爱的拥抱 或是温暖的安慰上静下心来 这些我们认为仅仅是平日生活里点缀的小事 它们的存在有着更伟大高尚的原因 救我们的命 这也就是一只手表 救了哈洛德的故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了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好好生活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尽各种精彩科和你 下期见啦